他从打工妹做起 打造中国最赚钱的玻璃企业 每年赚走苹果400亿 他就是蓝丝科技的创始人周群飞 当今全球商界有个概念叫吃苹果 简单来说就是靠着苹果外包出去的产业赚钱的企业 比如富士康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周群飞和他的蓝丝科技也是其中之一 每年只靠玻璃就能从苹果赚走400多亿 那么周群飞是怎样从一个打工妹做起 白手起家打造百亿商业巨头的呢 靠苹果吃饭的他 企业未来又会如何发展呢 本期商将锦囊就来带大家走进周群飞的创业故事 1970年 周群飞出生于湖南乡乡的一个普通农家 在周群飞还在读小学的时候 国家迎来了改革开放 沿海省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 周群飞一家也希望靠着改开的机会改善家境 于是举家搬到了深圳去当民工 周群飞深知父母工作不易 自己的学习却并不突出 便干脆决定初中毕业就打工补贴家用 就这样 周群飞以一个打工妹的身份 早早地进入了社会闯荡 周群飞干过很多职业 但基本上都是些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杂活 周群飞知道这样下去顶多能满足温饱 离致富还远得很 但他也没有办法 毕竟学历低 好的公司根本不要他 最后 周群飞也是辗转来到了一家电子厂工作 然而 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电子厂 成为了周群飞改变命运的契机 周群飞进入的公司叫做澳亚光学 主要给手表生产 表盘玻璃 周群飞在工作期间相当认真 并且心思活络 经常打停特种玻璃的行情 没过多久就掌握了丰富的业内知识 靠着这份特长 周群飞居然在澳亚光学得到了晋升 从基层打工内成为了销售部门的小经理 期间 周群飞也接触到了很多和玻璃相关的企业 算是给未来的创业打好了人脉基础 只可惜周群飞运气不太好 他刚想在澳亚光学大展拳脚 升任管理层的时候 澳亚光学自己却不行了 在1990年 澳亚光学遭遇了经营困难 工厂陷入停工 无奈之下 周群飞也只能离开了公司 去另寻出路 不过在澳亚工作期间 周群飞不仅积累了知识和人脉 也攒下了不少的钱 足够他自己创业了 期间 周群飞尝试过一些所谓的赚钱项目 比如小商品和进口手机 但都没有成功 最后他决定 还是回到自己熟悉的玻璃行业 打算重新开始 在1993年 周群飞借了2万元打算再次尝试创业 这次他把创业的地点选在了深圳对面的香港 因为此时 内地对于表盘玻璃的需求并不大 订单基本都是港台和国外的 在香港创业能省很多事 就这样 周群飞用2万元在香港 弄了一个小作坊式的工厂 生产表盘玻璃 此时的周群飞虽说已经当上厂长了 但企业的初创实在是窘迫 他比一线的工人还要忙 不仅要自己到处跑业务谈生意 有时候还得自己上生产线 在周群飞的努力下 公司总算度过了最艰难的初创时期 并且周群飞此前结实的人脉 此时也发挥了作用 他轻松找到了靠谱的原料供应商和客户 很快就把工厂的规模越做越大 不过 就在周群飞的事业 好不容易走上正轨的时候 他就遭遇了滑铁炉 在两千年左右的时候 随着人工水晶的成本不断下降 中低端的手表也能用人造宝石的表谈了 玻璃的应用率越来越低 周群飞公司的营收也是不断下降 周群飞从未接触过人造宝石领域 此时想转型难度很大 周群飞不敢冒险 只能继续在玻璃领域死撑 这样艰难的日子又持续了六年 周群飞才再次找到自己的破局之道 那就是手机屏幕 在2006年之前 手机的主流屏幕还是TFT屏幕 也就是薄膜晶体管和玻璃是不沾边的 但是在2006年智能手机兴起之后 薄膜晶体管在触控的功能上缘 不如硬制的玻璃屏幕 因此智能手机迅速淘汰掉了TFT屏幕 转而使用IPS硬制屏幕 而IPS屏幕的主要材料 就是特殊分子结构的液晶 俗称特种玻璃 在了解到这一行情之后 周群飞就来了神 认为智能手机的兴起 或许能给自己的事业带来转机 于是周群飞开始积极了解IPS屏幕 为此也不惜重金购买设备 要知道这时候周群飞的公司营收 已经十分惨淡 这相当于破釜沉舟 2006年末 周群飞正式将公司命名为蓝丝科技 专门做IPS屏幕 不得不说周群飞相当幸运 因为他顺利得到了苹果公司的青睐 2006年的时候 苹果正在将大量的业务外包给中国 但其中唯独屏幕 中国没有一家企业能做 只能继续在美国本土用高成本的屏幕 就在此时 周群飞推出了自己的IPS液晶屏 成为了中国第一家 能做此类产品的民用公司 苹果在听说后 立即找到了周群飞 双方毫无阻碍地达成了合作 就这样 苹果解决了成本问题 周群飞解决了生存危机 可谓两全其美 在搭上苹果这辆顺风车后 周群飞的蓝丝科技就一日千里了 靠着苹果在全球的霸道销量 蓝丝科技的营收 自然也水涨船高 时至今日 蓝丝科技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手机屏幕供应商 去年一年的营收就达到了466亿元 靠着一块小小的手机屏幕 周群飞这个原本的打工妹 终于完成了人生的逆袭 当然 也有人对蓝丝科技的未来表示担忧 因为近年来 苹果正在将大量的产业向印度转移 蓝丝科技或许会因此失重 这不无可能 但与此同时 蓝丝科技也是中国目前实力最强的手机屏幕企业 就算苹果未来的订单量减少了 也自然会有其他的手机品牌找蓝丝合作 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 自己只要有坚实的技术基础 就不怕市场的风云变换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 都将是我做出更好内容的动力